作詞・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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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是不需要明白 根本没得明白 不过需要依靠 需要依靠天主 依靠上主的话 以及依靠上主对人的承诺 就像这篇读经说 天主时都与我们同在 在第二篇论的基罗马书中 在第二篇道经罗马书里面 圣经的《圣经》中途将阿当跟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 将基督的救赦和第一个阿当犯罪的结果对立起来 从开始人类就犯了罪,不要天主,其实这个不是天主的计划之一。 世人继续犯罪,和做出很多违反正义的事,继续走,离开上主的道路。 但是耶稣基督,他和阿当是不同的。 耶稣基督他服从天父的旨意,直到死亡的时刻。 阿当的罪的后果就是死亡,而因着耶稣基督的服从,带给人恩宠,并且将这份恩宠赐给其他,甚至全世界的人。 最近我和一班中学的同学,聊天,识法,你知道有罪有很多东西说的嘛, 每个人都讲以前妈,以前妈,讲很多,就是以前以前,有些人说,以前我想着你做神父啦,有些人说,以前想着你发达的啦。 但是以前,就说以前,实际上有很多事刚刚相反的。 以前我们想着这个人一定很出色的,结果他有一些生活, 婚姻生活又乱了,自己生活都很多困难。 有时我们对着父祭都是,这个这么乖人,应该做神父啦,这个这样,应该白业,结果最白业的人做了神父啦。 我当时以为是不同的,因为这个过程里面,都要个人自己的努力, 还有那个动机很紧要,特别是灵修很紧要,这个动机为什么。 还有靠的,不是靠自己,真是靠天主的恩宠和力量。 在福音马里福音呢,我们知道当时的王罗马皇帝呢,很搞个人崇拜的。 他在很多地方,公开地方,有很多雕像,要人崇拜他,就好像当天主那样崇拜。 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不可能崇拜这些偶像。 所以,很多基督徒受到迫害,受到懲罰,受到种族歧视,和财产的没收。 因此,很多基督徒,面对这种的严厉,和打击之下,有很多都会放弃信仰,和背教这种危险。 而马里福音作者,就在这种情况里面,写了这个福音。 接着,耶稣基督对这些受迫害的基督徒,说了什么话呢? 我们看到,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。害怕些什么呢? 害怕没有了社会的地位,或者失从,或者友谊的丧失,或者财物的丧失,或者受到惩罚,甚至死亡。 但其实也有积极的意思,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间,可以说,带着我们有一种危机感。 我们阻止自己一些蠢的,或者一些愚妄的动作。 但如果我们又不能够把握这些机会的话呢,我们很多时失去了勇气和决定的机会。 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会担心,担心仇人用一种暴力。 但同时耶稣都承诺,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有真理,而主的恩宠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 有些人担心受到虐待,甚至死亡。 不过由天主而来的生命,没有能够对抗。 说到生命。 昨天我去了柴湾坟场,去主持一个嬷,只有十五周的嬷,入土为安。 整个过程里面,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教育。 能够成事,可以说经过一个非常长的时间。 我们的坟场委员会和政府多方面的折合。 虽然都有些困难,不过也都看到天主他亲自的介入。 生命影响生命,生命是值得尊重的。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价值。 这个小婴孩虽然是很小,但他能够发出一个很大的声音, 让人注视,生命触动他父母,能够有勇气去坚持。 而藉着天主的介入,也都使用我们一班卑微的人的协助。 使到事能够成就。 整件事都是一个合情,合理,合法,和合乎上主旨意的行动。 所以今天三篇的读经,也都给我们三点的反省。 第一,就是面对生活上很多冲击和挑战。 人自然的反应就害怕,会退缩。 我们有时甚至扮作事而不见,听而不闻。 但今天,上主的话,向我们保证, 天主会亲自介入,使得真理能够发光。 和使得坚守正义而愿意受苦的人,最终会得到胜利。 第二,就是人犯罪结局制死亡,并且走向远离天主的道路。 而服从基督的人,会带给我们恩宠。 能够带给人真正的平安,和内心的自由。 并且有使命,如何和人分享这份蒙恩得救的经验。 第三,就是面对生活上种种的困难。 今天主耶稣基督再次邀请我们,对天父要有信心。 主耶稣没有承诺我们生活一帆封信。 也不是时时有奇迹出现,也不是时都是幸运的。 不过上主的话是真实的。 如果我们能够对上主的话,能够是保持忠信和有信心。 天主一定会满足我们生活上的需要。 即使是最渺小和弱小的,天主都会照顾。 。 不再有忧虑,不再有害怕。 ..., 遇主再引起,什么都不全。 不再有忧虑,不再有害怕。 有住宅满中 不再有憂慮 不再有害怕 与主在一起 什么都不决